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,你都极有可能在三年内还清所有的债务,但是你必须把这十二个问题想透了,因为在几年前,有位来自上海的张总当时负债将近五百多万,然后用一年的时间连本带里还清所有的债务,然后还买了一套大户型,我问张总,你是怎么做到的呢?张总说,你想年入千万,你会思考什么问题? 我摇摇头,没有头绪,张总说,很多年来,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,直到我把这十二个问题想透了,才开始赚钱了,于是我认真做了笔记,把这十二个问题记录下来了,下面我花一分钟的时间分享给你,你一定要点赞并收藏起来,多听几遍,如果没有用评论区随便喷,第一,你的客户在哪里? 怎样让他们源源不断的主动关注你?第二,你的优势是什么?怎样让他们关注你之后,毫不犹豫的购买你的产品?第三,你的营销模式设计好了吗?怎样才能让客户成瘾一般的反反复复的购买你的产品? 第四,你的裂变方案设计好了吗?怎样让客户心甘情愿的帮你转介绍新客户?第五,怎样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代理?第六,怎样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股东? 第七,怎样让你的员工都愿意不拿底薪,反而收入更高?业绩更好,把你只靠卖产品赚钱,升级赚钱的维度,做到不卖产品也能收到很多钱? 第九,怎样让那些不是你客户的人,也毫不犹豫的给你付钱?第十,怎样让成百上千的人,无法拒绝的推广你的项目? 第十一,怎样利用系统工具,让你的营销实现自动化? 第十二,怎么把这套模式和营销流程复制裂变出更多的项目或者公司? 张总最后说,普通人只会埋头苦干,然后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,其实他们是在偷懒,真正的努力是动脑思考,这远比身体上劳累要辛苦白了。